轉案比較多的原因是希望省息 例如新造的按揭息率 比現在自己供的按揭息率 轉案有省息效果 其實很多新盤之前都提供高成數按揭 他們可能頭幾年的息率會比較低 之後就會比較高 其實是否都形成了一個所謂轉案的誘因 其實幾年前開始 新盤流行提供高成數按揭 都是比較上流行頭幾年會有低息的優惠 例如過兩三年之後 息率會跳升到P-1至P加1的水平 這類按揭的供款人 如果將那個按揭轉案到銀行 就會有很大的省息效果 其實如果要達到一個所謂轉案的門檻 要提備一些什麼條件才可以做到轉案呢 如果自己是做一個高乘數按揭 那個乘數是比較高 例如可能還是做一個九成 現在轉到銀行按揭已經降到五成 因為那個乘數的差額太大 我相信現在那個樓價雖然有一定的升幅 都可能是需要補回一定的首期差額 例如部分提供公式不公本的新盤 由於償還本金比例比較低 如果樓價升幅不足 轉案的時候 就可能需要補回首期差額 其實轉案對部分二手業主都有好處 因為早幾年 很多用家都是選用 HIGHBOD加1.7的按揭計劃 目前全期息率可以低到2.375 所以轉案仍然有省息效果 但其實如果買家 如果他們真的要做轉案的話 其實是否需要付錢或收費 轉案基本上所涉及的費用 就是律師費 但由於現時銀行樓案取態都仍積極 提供一不可觀的現金回陣 一般的現金回陣都可以抵消律師費有餘 但值得注意 向銀行申請轉案的時候 銀行是會根據現在的樓案措施作出審批 用家需要重新進行壓力測試 所以需要有足夠還款能力 才可以獲得審批